83. 《信報財經新聞》2013年7月27日報章 C.07元學世晴亦經晚譚伯最一先生亦經原盡三生亦經談今生、論前生、推來生 亦經可以論盡三生、究其要因亦經八怪以三牛組成,容易代表三道空間 如用另一角度思考,三牛也可代表三世,掛牛相恩,亦為因果,循環相逐,如影隨形 亦經六十四卦,與三牛八卦不同,乃兩個八卦重疊構成,即每卦有六牛,代表六道空間之互相變換加感 掛掛相恩,往來迎虛消息,故世間視障,空月來風,並非無因,亦經依觀隔法則,看其來龍去脈,信藤摸瓜,沉向源頭,再信蝦王 或觀其走勢,追究視像發展結果,有一點值得注意的,就是任何視像演變進程中,也同時存在過去 現在,未來之三個時間因素,一生而是二生三,三生萬物是圓關 關於這句要訣,歷來無數義學專家做了詳細推論和寫下不少主角,天下之數可歸納為一,推之以二,三為其二之數,變化無窮 而人多以億二三之數理作推演,或以質量互變作為原學基礎,對其他所引申相關意義卻甚少活樣 詩、三爺即三世別國文化思想總是把什麼都分拆開看待 好處是可作微觀研究,但宏觀即可解釋現象道理,及被疏忽而遭否定 或觀之以筆科學標籤,我國傳統文化喜談一元論和天人合一 在萬化歸一和二一化萬理念底下,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等三個時間可看 完成一個時間,換言之,即在任何一個時間內,都是有三個時間同時發生 故可在一個時間內觀察三個時間,由此可推,古有識之事早就發現眾生存在於世 也同時受光,此個時間交易影響,故此傳統文化習俗潛意識就把日常生活普遍現象以三數代入 凡事多以三數為忠始,以吻合三度空間和時間,甚至把三者數字經常掛在口邊使用 例如凡事不過三,亦經以乾坤兩掛開逼天地,其餘掛皆論人生與社會關係和發展,人事掛須以東遠為公成業門, 卻由計之以未濟掛作另一循環開始,今天未原作天事,又為明天作籌謀,日復如是,周而復此,三生六度看一掛,千年萬載一殺那,佛說眾生子一時, 倘若一生等於三世之假設成立,便可解釋生活某些異象,諸如因何夢見或偶如過往親憑靈體, 或如見未來景象等以及其他很多不可思議問題,人生於這一世具備驅學, 世去者沒形體卻形存在今世,兩世業力反映第三世,由於三世並行, 彼此偶然也會交易相遇,遇見自己未來者有如人之照鏡,鏡中人雖看似真實卻活絕對形體, 此述幻相而矣,隨同朝食六之銀,果業力而變化,故有些人命造本該副夾一方的, 卻一年之間變作佳下籌,也有家財萬貫的,卻活似富貧人,三生和福,盡看今生造化, 今生那一切之緣起,本性隨緣流轉,但緣起性空,若今生緣盡,即三生幻滅,萬牌皆凶,作者為易經思想家, 卻有易經通識思考罪一先生。 卻有易經通識思考罪一先生。 完蛋!